手游酷丸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丸 但是今天给大家这游戏呢 原来是王凡战士 现在开局呢也是在这个地图的一个对面的家里 然后也是在对面的这个暴风 然后将它击杀之后立下一个这个护盾 这个位置呢其实在这个地方立下护盾 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的 但是坏处也有 因为这个位置其实容易被这个左右包吵 然后这位置也是看到对面收割者 然后想去在前面和对面进行一边对屏 在对面收割者也是配合他家的一个天然少年 直接将我击杀 那这个位置呢其实算我第二倍啊 因为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个天然少年会印在那个位置 然后有点这个放松警惕 现在呢也是再次来到了地图的一个右侧 然后也是逮到了对面的一个天然少年 将他击杀之后 那这个位置呢稍微去堵一下对面 我家有一个火神 其实我俩搭配的话其实还好 然后这位置看到对面女骑将对面女骑干掉之后 这位置等一下这个血 然后呢这个位置在远程和对面的这个收割 这位置他肯定是拼不过我的 然后先稍微往前走 这位置想去卡对面 然后立下一个护盾之后 对面天然少年也是直接迎脸跟我去打架 然后没有打过我 然后也是直接将击杀 然后也是再次收掉对面的一个收割者 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一个天虎 然后现在呢也是看到对面女骑 想过来跟我们进行一波对屏 但是在我和我家火神的一个伤害之下 也是成功将对面带走 对面指挥管走到我们的脸上 然后走的我是一脸梦泉 然后也是将他带走之后 然后对面这个暴风冲出来将我家火神击杀 然后我将对面暴风带走 那现在这位置呢其实也是完成了一个无人能敌 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我的血量不是特别的健康 然后先稍微往后撤一下 这位置呢直接开出我自身的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能杀几个人其实都无所谓 这位置杀掉一个人之后呢 没有带来一个后续的一个伤害 那这位置再次将这个暴风击倒 然后由于中了一个烟雾弹 所以说没有第一时间去补他 他和巨熊是不一样的 他必须得是打死人才能再次复活 所以说一旦给他击倒之后 只要你撤退了他就是一个必死的局面 那这位置对面飞将再一次想去骚我 但是没有撑口 然后对面的这个指挥官 也是再一次走到了我的这个射击范围之内 但是在侧面也是再次被打了 这位置稍微堵一下 看到对面收割者 然后现在呢也是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位置他肯定会过来跟我对凭 但是没有拼过 现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接下来的一个一段时间之内 其实我是不太怕对面的 现在呢再一次将这个护盾去收起 因为这个护盾的位置 其实血量不是特别充足 然后也是再次再击杀对面这个指挥官之后 对面人呢明显是找到了自身的一个位置 然后开始往后撤 但是没有关系 对面飞机架也是再次被我击杀 其实这位置我是有大招的 但是我没有带护盾技能 如果说带护盾技能的话 我会选择上去去凭一本 但是没带护盾的话就算了 这位置也是看到对面收割者 再一次将他击杀 但是呢也是好几次几回 对面指挥官把握住了 再一次这个直接将我带走 那其实这个位置呢 其实对面指挥官已经是发了好几次错了 然后也是在上一波 自身出现了一定走位的这个问题 然后他也是成功直接将我击杀了 还是比较不爽 这个地方再一次立即护盾 然后直接开启一个大招 那现在呢这个大招也是击杀了一个之后 其实我对手击杀了这个第二人 然后也是再一次在这个侧面 两下点掉这个火针 这位置呢其实也是处于无敌的状态 对面拿我应该是没啥套的一个办法 因为首先吧其实一大一打我吧 比较费劲 然后其次呢就是你浪费太多的人在我身上 其实他压在侧面的一个对面也拼不过 那这个位置呢其实也就是 那堵住对面的一个呃 吸力吧 对面肯定是想跟我们去battle一下 但是这个位置其实我也不着急 现在呢也是在这个 其实对手击杀火车之后 再一次立起这个护盾 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护盾对于我们来讲 非常重要 但是我压小丑呢也是卡在这个门口 其实我想说他这个位置其实非常危险 因为我自身比较肉 所以说我不是很怕 但是他呢就不太一定了 这位置看对面女骑 然后也是在这个侧面将这个女骑带走 那这把呢基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因为从我这角度来看 对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反抗能力 现在呢也是不要着急 因为我家也是稳操这个胜券 然后也是再次将这个对面的一个飞枪击杀 现在呢也是堵到对面的加盟口 然后这位置直接 两枪直接将对面带走之后 也是堵到对面的一个侧面 其实我这个位置是想在侧面放一个大爪 然后这个大爪开出去之后 其实不一定会有太大一个成效 然后将对面击杀之后呢 自己也是被击杀 但是游戏已经是结束了 那本期视频呢 倒是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 也是猫牌战士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是QR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是QR的其他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